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娜娜从网上漫天飞的消息来看 大部分都是秉持着惊喜之情 因为这次不仅是上映 更是全集播出 对于很久没有追追的人来说 这次狼殿下则是很好的缓解了这样的情况 我们继续回到狼殿下的冠军中吧 我欣赏了角色吉充 因为他小甘义胆 智勇双全 潇洒奔放 真诚坦荡 忠于爱情 那种行走江湖 表面完事不公 内心温暖付出 肖战每次共情室的演绎 都把自己交给了角色 这次他就是吉充 在风景如花的香格里拉 仿佛把观众落进了话中 仿佛这人 是间真有这个帅贞的赏金猎人 吉充的存在 如吉充一般 希望心中有旷野的男孩 肖战千成似锦 狼殿下讲述的是 郡主马摘兴和成长于狼群中的 少年朱友文先相识 后错别八年又再度重逢 一起为爱力战天命的故事 说白了 就是一个裹挟着 武打政治等各种元素的爱情剧 本身没多大心意 而剧集呈现的内容 也确实很平庸 看的人是哈记连天 草演也是不少 虽然肖战在这部剧中 饰演的是男二号 但是丝毫不影响 他将他的优秀展现出来 他饰演的吉充有情有意 不管是对感情的看重 还是他为人处事 都很好地将赏金猎人 和王子的角色特点展现了出来 也呈现给了观众 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物 让人不感知心 这居然是他三年前 所拍摄的影视剧 而在单平台破译之后 在单平台破译之前 根据最权威的数据显示 狼殿下不仅排名热度 榜单第一 各大平台的播放量 也都达到了惊人的数字 并且这个数字 还在持续的增长当中 狼殿下能够取得 如此火爆的成绩 也证实了观众们 对于该剧的认可 因为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 优质的影视剧 才会值得他们观看 而这些大部分的观众认可 是不可抹杀的 不管网络上那些黑子 还是在制造着什么谣言 但是真实的数据 才是最权威的 也是最公正的了 另外 随着狼殿下的热播 五个海外播放渠道 也正式上线了 走向国际的狼殿下 又将取得怎样的亮眼战绩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不得不说 无论是该剧的播放模式 还是他们在中国影视市场 古装剧门类中承载的意义 都将会是浓墨正彩的一笔 而作为其中的演员之一 肖战也登上了12个国家的热搜 完全称得上是无冕之王了 哪怕只是男二号 但是由其带来的流量和热度 任谁都不可忽视 抑制的大家的认定和认可 毕竟呢 这是一个必容俱容的事情 说起来呢 狼殿下五个海外播放渠道上线 一如其来 一如其开播空降一般 并没有进行什么宣传 反而是采用了极为低调的模式 从MZTV到Monomax 从VK到韩国电视台等等 共计是由五个海外播放渠道 当然这也只是目前而言吧 从该剧的角度而言 这是向全球增加了传播力的最佳方式 越来越多人观看狼殿下 就会有越来越多人来探究中国古装剧 而从海外观众的角度而言 既是可以见证中国古装剧的一座典范封碑 无论是从拍摄手法 还是擦取配乐 还从剧情人设设计等等 都是堪称模板 因此呢 狼殿下的海外宣播 颇有价值 当然啦 除此之外呢 肖战还登上了12个国家的热搜 这里边有越南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墨西哥以及中国等等 其中呢 有的是肖战的名字登上热搜 有的则是以饰演的角色集冲 亦或者是狼殿下这部剧名 总之呢 皆是演员肖战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饰演的集冲 还直接登上了全球热搜第15位 以一个角色名字在全球热搜上亮相 对于一个中国本土明星而言 不可不为之荣耀 肖战和狼殿下 一道登上了海外各国热搜 是一件值得所有人 抬前幕后 骄傲和喜悦的事情 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和认可 这是每个创作者的初衷 加油吧 说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